買房子時下登錄有沒有辦法一鍵的爬下來之後 快速的產生你要的結果 分析一下你那個地段哪個地方其實最近有下跌或上漲 所以下跌或上漲需要歷史資料 那像剛剛那個自賠問的啦 其實你可以create一個新的table table名稱的話可以根據什麼 根據它的抓下來日期 或者哪一區間的日期 或者哪一個月哪一季 那你就可以做兩個資料間的資料比動 那當然資料越多的話 那越很方便可以算出它的高低起伏的情況 那你就可以有一個分析的資料來源 那你當然可以做後續的判斷 適不適合入手 像最近應該房價有跌啦 至於跌多少 我們感覺好像有跌 可是你就看人家還是賣很貴啊 對不對 還是買不起啊是不是 看到哇內湖賣五千萬天啊 這什麼一個數字 五千萬 OK 看看 所以年輕人真的是 除非說他也給我錢老爸啦 不然怎麼買得起房子 對不對 一輩子出 即便你畢業好了一個月給你十萬塊 對一個月給你十萬塊 你還是買不起五千萬的房子 你可以買一個 不過年輕人畢業就有十萬塊一個月的話 機率應該是 大概跟中愛國獎 中那個樂透彩差不多吧 所以那再往下修 所以你說現在頂多只有三萬塊的話 三萬塊其實頂多是過日子而已啦 所以怎麼辦呢 那這地方當然 你還是 增加 我後來發現其實喔 如果年輕人要能夠增加收入 一定要額外 額外的 就是其他方式啦 比如說我發現最近蠻多年輕人當YouTuber的 他們出去玩 出國玩還可以把它拍下來 吃東西也把它拍下來 上網 賺廣告費 可不可以啊 你可以額外的嘛 不然的話你 你不能說你只有從單一收入去計算 你應該要多一點收入 比如說你有出國 然後你想說 會有什麼會差啦 會可以幫忙帶東西啊 然後有什麼東西 這中間其實有一個利潤啦 所以有時候可以喔 從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增加你額外的收入啦 就像我的收入來源 一看我的所得稅 二十幾個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單位 都不同的來源 對 而且還有國外的收入啊 還有全世界的匯款的金額 都有 當然我都是來者不去啊 而且是多多益善 對 但是是有前提的啦 不是說喔 我就好像收一些莫名其妙的費用 好沒關係你要給我 那但是我們是合情合理 我提供給你你應該要的嘛 這是合理的喔 何樂不為嘛對不對 所以 那學習這也是一樣 你要懂得怎麼去應用它 那比如說舉凡這樣啦 假設人家做一些事情 是別人做不到的 你做得到 那你就有價值了 你有價值的話呢 自然呢 你可以把它包裝成一個商業模式 講好聽叫商業模式 講難聽就是要收錢啦 對不對 就是說你要怎麼收錢 要收的讓人家覺得合情合理 那個叫商業模式 所以每次去 去那個像當評審的時候 還要問學生說 你有沒有想過說你這個商業模式 像他們做的東西 完全沒有商業模式可言 沒有辦法可以賺到錢 那你就 你就 對啊 所以在於學生階段 就比較沒有辦法去想到這一點 但是如果說以我們現在的角度 就是會看的比較沒那麼單純 所以出了社會之後就不單純了 那在學校裡面呢 老師會跟你講商業模式啦 講商業模式感覺好像這老師怪怪的 這老師 就跟我講要賺 可是沒辦法你還會畢業要畢業嘛 你畢業如果賺不到錢那怎麼生活 繼續躲在學校裡面 那總會有畢業一天吧對不對 總會有那麼一天啊 所以 當然這也是也不需要太早接觸 但是也還是要有一些些認知 這是有必要性的 所以這個 像我給我小朋友也是一樣 我要給他們有金錢觀念 所以我會給他們一點的用錢 但是如果說他們今天去逛賣場 你要吃你要想要買的東西 我會跟他講說這你要自己出錢 你有零用錢 他就會去想說 哇 對我要出我自己的錢 他就會痛一下了 OK 那痛一下之後 原來 然後慢慢會思考 好像賺錢也不容易 所以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多賺一點零用錢 對 你可以幫忙 做一點事情啦 總會有一些思考的空間 好 那所以呢今天呢 CSV跟Jetson 假設我今天要下載這個 那你要先做什麼 先分析一下 我想官方網站都會讓你很知道說 抓什麼 那如果以CSV來看 那你可以點擊之後 它會自動怎麼樣 去連結一個CSV檔 並且讓你下載 但是你可能要 有心理準備 這個心理準備什麼 這個官方網站 它的速度一定不會太快 所以我剛剛點了 點了大概好幾分鐘 看不到啦 不過好像在用Python抓 就比較沒這個問題 這個的話 它會下載一個CSV檔 那 看到的內容 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我有在那個畫面有拍照啦 你下載下來的東西 如果用那個 NodePay++開的話 並且我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在檢視裡面 檢視裡面找到所有資源 那你會看到這邊有個CRLF 那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你可以切的時候呢 切斜線R斜線N 這個有印象吧 這個就等於這個東西 那你可以把這個斜線R斜線N 把它做切割 有沒有 如果CSV的話 還記得吧 切割 它會先切一行 就是一 算一列的資料 然後在內部的資料再慢慢切 但是你可能要避開第一筆 因為第一筆的話是欄位名稱 把其他的資料先切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切完之後 秀的話 那其實你一 可以拿之前我們上課 講過的東西像那個 什麼呢 READ CSV Taipei Park 那個什麼 應該是CSV這個 我們之前還有練習那個CSV的是 這個 Park這個 好像是這個 那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程式 直接拿來用 你會發現 基本上大致上都一樣 那我就把它另存新檔成為 READ CSV PM 2.5 好了 比如說我從這邊把它另存之後 拿來什麼 拿來做修改 那我改哪些地方呢 基本上第一個 我把後面的這個 這個 這個程式 把它貼上 比如說我今天 這個地方 我的來源是從什麼呢 從那個官方的CSV這個連結 那這個連結呢 我點進去呢 它會直接跳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複製也可以 或者是說我前面有講過說 你可以按右鍵 複製連結也可以 兩個方法其實都可以 那我就把這個連結給複製 複製好之後的話 假設切過來 我切太有點慢 然後呢 這邊把它貼上之後 第一個我們就完工了 就是我們要貼的東西 第二個的話就是 encoding CP950 不過呢 CP950 會可能有個問題 就是說 它的來源 如果它用的是 非微軟的程式 應該都是UTF8 可是如果你是用微軟的產品 像Excel 轉折CSV 那就會是CP950 所以其實從這邊也可以看出來 那個單位到底用什麼軟體 像台北政府大部分都是用Excel 可是中央跟外縣市 大部分都UTF8了 那其實可以看出什麼 就是 中央跟地方可能比較沒錢 買不起Office 這裡有一個基準 因為 因為如果你用OpenOffice存起來 就會是UTF8 就是 非微軟的都是UTF8 所以我把它執行之後 你會發現 資料抓下來了 但是是亂碼 所以怎麼辦呢 假設你encoding亂碼 那你要想什麼 如果不是 那個CP950 那就是什麼 UTF8 所以你就直接在這邊 直接改UTF8就可以 UTF8 OK 那重新抓一下看看 執行 那你會發現 我們是抓下來的資料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不過 最後一個缺點 這行政院的Server 真的是慢到一個 慢到一個不行 那 所以我之前好像有做一件事 就是把它的Data 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先撈到我的那個 雲端上面 放在我的Google 這個會比較快一點 如果把這個地方 改UTF8 所以你們等一下試試看 如果 有點慢喔 它一直跑不出來 應該是那個 官方網站的問題 這實在是有點 小麻煩 OK 有沒有出來了 你會發現 這時候呢 亂碼就OK了 那 乾脆好了 如果說你們等一下練習喔 發現太慢太慢 慢到一個不行 我乾脆把 我之前丟到那個 Google的這個連結 你把它稍微先利用這個好了 不然我怕你們 會以為 是不是自己程式的問題 我把它貼 這邊有一個 下面有個敘述 由於網線有時非常慢 因此我把它轉成這個 所以你們待會練習 你可以把 官方的這個有沒有 如果太慢的話 你用這個來練習 不然我怕你們到時候 一抓抓抓抓 一直抓 抓不下來 會有這個困擾 好 另外的話呢 抓下來之後的話 當然這個地方 主要是改CPG 其他的話 要改哪些 第一個 我這邊有一個Print 多一行 主要是Print 上面的欄位名稱 這個欄位名稱 其實你可以根據什麼 根據官方上面 網站上面的這個名稱 一二三四 你看主要五個 五個單 五個 所以我們基本上的話 也是一樣 可以把這 但是我要的資料 可能 第五個不需要 所以我就一二三四 把這四個 然後分別怎麼樣 把它切 切 然後 零 一二三 所以把它秀出來 所以請各位第一階段呢 我是直接拿之前的那個 台北的開放資料 拿來做另存修改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其實利用Request這個模組 它就可以很輕易的把 網路上面的資料 不廢摧灰之力的 很快的把它抓下來 但是目前抓下來 它沒辦法存檔 所以如果要存檔 接下來就是要再練習 怎麼樣把它塞到 Seqlite資料庫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一樣就是再把那個 資料庫部分加上去 那這一個部分就完工了